眼前这个即将冲破牢笼的生物是一只地狱恶灵 浑身被黑色触角笼罩 顷刻间它便撞破枷锁 形成一个巨型人形 关键时刻一个西部牛仔打扮的男人出现 地狱恶灵被男人轻松消灭 男人名叫杰克是一位冥界警探 但在几天前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天身为警长的杰克来到车站迎接他的女儿和女婿 不巧的是刚好撞见一群强盗 随着对方枪声响起 整个车站乱作一团 杰克临危不乱 安断好女儿后果断拔枪对抗劫匪 他凭借精准的枪法一枪干掉劫匪头目 没曾想自己遭人偷袭 死去的杰克来到了冥界警局 眼前的女人是这里管事的 将杰克以死的消息告诉了他 不过女人可以让杰克复活 重新回到人间 却有个前提 他必须要成为冥界警察 处理一些超自然事件 杰克为了能再次见到心爱的女儿 他同意了女人的要求 杰克有一事不明 现场死那么多人 为什么偏偏挑选他成为冥界警探 女人对此给出解释 就在几天前 一个名为红锡的老矿区某处 发生空间撕裂 疑似有地下恶灵钻出 杰克是那一片的警长 因此他是调查此案的最佳人选 就这样 杰克在冥界警局挑选了一把手枪后 被送回人间 在这里 杰克遇到了自己的搭档玛利亚 对方是一名老警员 据他所说 已经活了四百多年 杰克虽然心里不相信 但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 杰克背着玛利亚前去看望女儿 他趴在窗边 刚准备开口就被玛利亚带走 后者递给他一个镜子 杰克发现镜中的自己 居然变成了一个女人 原来所有回到人间的警探 都会被改变模样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再者说 杰克现在也只是个灵体 并没有实体 他的实体已经被女儿给埋葬 说话间 玛利亚带着杰克来到他的墓碑前 就在这时 杰克的发小亨利 拿着一束花前来看望杰克 杰克不敢说话 生怕吓着亨利 由玛利亚负责与之对话 玛利亚谎称自己是旁边墓主人的姐姐 以此搪塞过去 打消亨利对于两人出现在这里的疑惑 之后通过与亨利的闲聊 杰克得知车站那群劫匪 把女婿一行人给抓走后 第二天又跑去银行抢劫 结果被赶来的警察堵住 五人中有三人被擒 此刻正被押送到刑场 杰克听完心头一紧 怎么可能会有五个人 明明他打死了一个 为了调查事情真相 同时也为了找到女婿的下落 杰克决定前去拦下运球队伍 玛利亚出演祖兰 去红溪调查空间破裂仪式要紧 人间事不归他们管 杰克不可能放任女婿不管 他不顾玛利亚的祖兰 骑上骑马赶了过去 被逼无奈的玛利亚只能跟随 两人一路骑程追上运球队伍 只见三名囚犯被锁在牢笼中 而在他们的胸腾处 居然印有一个圆形皱印 看来这群劫匪已经被恶灵附体了 眼看这种情况 玛利亚决定出手相助 他假装自己是路人需要帮助 拦下运球队伍 跟着把两名警长引到路边丛林中 与杰克联手将去打晕 解决完两人 他们又 其余人见状 驾驶马车逃跑 杰克一个箭步冲上去 成功爬上马车 警长回头就是一枪 杰克被击中坠落下去 警长误以为对方已死 下车查看却发现 其身上没有枪眼 还没等搞明白状况 杰克突然睁眼 驾得警长拔腿就跑 对于杰克来讲 人间的武器对他造不成任何实际性伤害 不久 玛利亚赶来 掏出一瓶药水 朝囚犯身上撒上一滴 对方瞬间变得面目猙獰 杰克掏出圣枪 一发送他跪了膝 紧接着 玛利亚又干掉另一个 最后只留下一人 杰克将其带至山间 隐形口打女婿的下落 小白嘴硬得狠 誓死不说 玛利亚见状 只好用点小手段 直到小白大喊求饶 愿意交代一切后 玛利亚才帮他解除痛苦 小白表示 他们是受一个恶灵奥地斯指使 奥地斯比较怪 吩咐小白等人帮他抢活人 带到红系矿洞 看样是在密谋一件大事 其实小白也不想提奥地斯 干这些伤天害理之事 奈何对方手里有一把 能够消灭他们的圣枪 不得不服从 这就比较奇怪了 奥地斯手中 怎么可能会有圣枪 关于这个问题 咱们后面再说 不过小白的话可以解释 杰克打死的那位 劫匪头目复活的真相 因为他不是人类 而是不死不灭的死灵 此刻 劫匪头目已经跑回红系矿洞 奥地斯对他的失力 表现出强烈不满 杰克两人为了找到女婿 以及调查清楚奥地斯情况 压着他前往红系矿洞 与此同时 随着剧情的推动 奥地斯的身份 也逐渐浮出水面 那晚空间破裂 钻出来的恶灵 正是奥地斯 而空间破裂的原因 就比较有意思了 竟然是一位矿工 在日群时当天 意外从地面跑出一个洞 这个洞刚好连接着地狱 奥地斯是死灵三巨头之一 这次他偷跑出来 竟想要统治地球 为了将自己的死灵大军带到地面 他开始疯狂抓人类 准备在日群时当天 将脆弱的矿洞挖大 好家伙真是野心勃勃 另一边 杰克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 来到了洪西镇 发现这里极其荒凉 街道上冷冷清清 杰克来到小镇 唯一的旅馆 在这里暂时住下 杰克注意到旅店老板神情憔悴 仿佛得了重疾一般 但他并没有过问 而是在暗中进行观察 随后 旅店店员黑妹将两人带入房间 黑妹见小白被绑 心中虽然好奇 但他也并未多问 就在这时 杰克询问小镇情况 黑妹表示 几天前小镇突发怪病 几乎所有人都跑了 只剩下年老体衰的老人 以及旅店老板 看来这场疾病跟奥地斯脱不了干系 事实也正是如此 奥地斯避免被人发现 他在矿洞中的所作所为 释放了骇人的地狱毒气 旅馆老板之所以没走 是因为跟他做了一笔交易 奥地斯谎称 山上有金矿 需要大量铁锹 事成后将分他一笔钱 今夜12点就是月全时 地狱之门将会被打开 奥地斯赶来与老板交易 从他手中拿到铁锹 眼看老板失去利用价值 奥地斯准备杀人灭口 老板见识不妙 赶忙供出杰克等人 表示自己可以帮他们再抓两个劳动力 只可惜奥地斯不为所动 吩咐手下将老板捆绑起来扔到车上 让他在毒气中自生自灭 好在杰克两人听到动静 赶到停车场将老板救出 在杰克的不断逼问之下 老板交代了自己知道的一切 而那些被奥地斯抓来的人 则全部关在山上矿洞里 有了线索 两人开始制定作战计划 没想到奥地斯的手下突然出现 双方在黑暗中展开激烈薄杀 可惜双拳难低四手 被对方活擒抓到矿洞 与此同时 黑妹前往老板房间送餐 意外发现对方跟奥地斯的交易账单 她急忙跑去释放了小白 并让对方赶紧离开 原来黑妹误以为小白 也是被抓来送去矿洞的人 矿洞里 杰克两人被关进牢笼 在这里见到了女婿安德鲁 对方一切安好 谁曾想 玛利亚却也在这里遇到个熟人 奥地斯的女助手 两人曾是旧相识 奥地斯手上的圣枪就是她偷出来的 至于两人之间有何渊源 导演没有给出 就在这时 安德鲁趁机挣脱束缚 跑出牢笼 想要救大家出去 却终究还是挂不敌众 被守卫制服 重新关回牢笼 不过安德鲁的此番举动 得到杰克的认可 感觉自己女儿没找错丈夫 很快 晚上十二点即将来临 安德鲁等人被带出牢笼 唯有杰克跟玛利亚被留下 女助手带着奥地斯前来 揭开两人的身份 奥地斯十分嚣张 认为杰克两人无法阻挡自己 便把计划全部告诉了他们 奥地斯就是想在今夜 凿开地狱大门 将死灵召唤出来 统治地球 说完便带着女助手前去监工 沿着裂开的裂痕 没用多久 工人便将其走开 只见这群逃出来的死灵 扑到人类宿主身上 控制了他们 另一边 玛利亚感觉到情况不妙 却也无力阻止 这时 杰克询问有无办法关闭地狱之门 玛利亚表示 可以想办法将地狱之火浇灭 而方法就是 她脖子上佩戴视频里的圣女之类 四百多年前 玛利亚还活着的时候 曾参加过奥尔良围攻站 并在那时找到了圣女之类 就在两人说话间 小白突然出现 原以为她是来消灭两人的 没曾想 小白竟然临阵倒戈 原来她不想坠入地狱 希望玛利亚给她个机会 这个地方 小白的叛变多少有些突兀 不过也不重要了 小白趁机从守卫身上 拔出缴获的圣枪 一枪干掉一人 对方身上的武器掉落 玛利亚迅速上前捡起圣剑 刺死另外一人 随后 他们赶往地狱之门开启的地方 一场战斗就此打响 杰克掩护小白去疏散人质 自己则与死灵们扭打在一起 途中圣枪被打掉 杰克拔出圣刀 布迪被对方打翻在地 死灵乘胜追击 杰克开始绝地反击 结果并无乱用 还是被死灵死死压制住 危机关头 玛利亚出现一刀刺死死灵 同时利用圣女之类 浇灭了地狱之火 几乎是一瞬间 地狱之门被关闭 刚才所有偷跑出来的死灵 全部被吸了回去 然而奥地斯却并没有消失 反而露出了自己的死灵真身 奥地斯向两人发动攻击 后者完全不是对手 好在杰克找到一把圣枪 趁着杰克的掩护 玛利亚拿到自己的圣剑 从背后开始攻击 可惜两人完全不是对手 关键时刻 杰克注意到 装有圣女之类的小冠里 还剩有几滴 于是他果断将其注入圣剑子弹上 冲出去就是精准一发 奥地斯被消灭 直接烟消云散 杰克最终拯救了地球 而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片名《冥界警局2》 骤灵崛起 单看名字很高大上 再加上作为《冥界警局1》的续作 让人十分期待 但看完却让人大失所望 完全跟第一部没有关系 并且四不像 根本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 开始的莫名其妙 结束的也是很草率 简直是浪费了这个ID了 非常不建议大家观看原片 因为你会发现 自己看了个寂寞